政府如何因應OTD產業新發展去世並備質詢 同時也邀請行政院陸委會、經濟部和財政部 就上訴相關主管業務出席備詢 那我們今天已經來到現場的 有我們書巧會委員、吳思雄委員 那麼我們今天來的各部會 文化部當然部長、政部長歡迎您來 那我們NCC是副主委翁伯中,歡迎 經濟部是請副局長張玉英 然後我們陸委會是請文教處、華士傑、華處長 然後財政部我們請莊翠雲、莊次長 好,歡迎各位 那我們這一個專題報告是銜接上一個會期 算是第二次的報告 因為上一個會期是我們想說 在潛逃政府要卸任之前 那麼對OTD產業到底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當時有提出匯流無法出來 可是在520之後 這個新的政府又把會流無法撤回去 所以又相隔5個月 到底新的政府做好準備沒有 到底現在如何在管理OTD產業 我想很多人都蠻關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專案的報告 然後也請委員來就相關議題來做質詢 那我們現在就先請政部長進行報告 報告時間你自己安排好了 你要幾分鐘 好,五分鐘,可以嗎? 十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好了 十分鐘好了,好,十分鐘,謝謝 好,主席委員,大家早安 非常感謝大院教委會的邀請 就政府如何因應OTD產業新發展趨勢來提出報告 那OTD產業不僅帶來行動收視新思維 入口平台服務應用的革新 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 那麼也改寫了市場競爭的規則 那麼因此也對既有的影視產業 帶來新的挑戰 所以OTD產業在台灣現在 面對發展的關鍵時刻 那麼以下警救 OTD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從法治環境、內容產制 及資源整合的面向來提出說明 那首先 OTD指的是在既有的網際網路上提供的應用符 那麼拜各式關屏技術突破及行動裝置普及之次 OTD隨時、隨地、隨選、跨境、跨域、跨業 且多營整合的特性 它衝擊了既有產業的營運模式 那目前主要的服務型態包括 通訊服務、電子商務、雲端服務、遊戲 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網路多媒體內容 APP應用服務及影音串流服務等 OTD產業在全球其台灣它快速崛起 成為次世代網路產業的核心 也是數位經濟的重要來源 那成熟的OTD產業需要內容、電信、網路平台、終端設備、技術標準 乃至電子支付等機制它相互高度的整合 而且OTD產業的商業營運模式跟自由產業截然不同 那對於新舊產業交錯衍生的不公平競爭等問題 所以在這麼多面向的問題 其實涉及的是各部會的分工及權責 那包括像NCC是負責這個監理政策的擬定 那文化部我們所關注的重點在於內容產制的輔導 那麼經濟部對於境外投資的管理 財政部對於租稅措施等議題 所以它需要是一連串產業環境的整備、法治革新 跟來跨部會嚴定發展政策 所以我們會積極的來參與跟促進跨部會的合作 來推動法規環境整備跟產業政策的革新 來全面提升國家文化的經濟的競爭力 那所以我們首先認為說 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優良的OTD產業投資環境 那麼市場競爭的公平 還有在地文化內容節目的產制 跟節目版權維護的問題 是我們OTD業者跟外來OTD業者之間 競爭的一個重要關鍵的因素 所以在法治環境方面 我們認為說首先要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 那麼在這一點上我們將與NCC 透過這個肩輔平台的機制 就我國數位匯流及影視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 來共同討論OTD產業的治理機制 那麼以減少不對稱的管制 讓以不同平台和技術所提供的服務 尤其是新舊產業之間 能夠在市場中進行公平的競爭 創造健全的數位匯流的環境 那麼第二點是文化部我們優先關注的 就是要保障本國文化的傳播權 那麼尤其在數位匯流的時代 如何確保本國文化傳播權 及維護本國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那麼除了說內容非常強勢輸出的國家以外 都是世界各國所關切的課題 例如像歐盟 在今年5月提出修正市丁媒體服務基本的規範的提案 要求境外OTT影音服務產業 應至少提供20%歐盟的節目 及提撥20%營收資金投入在地內容產制 以維護歐盟文化主體性案產業競爭力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應該在充分尊重市場機制的同時 但是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相關的這個政策 那麼來適度的保障本國的文化的傳播權 那麼引導OTT業者落實內容在地化的服務 那麼不僅可以提高本國文化及本國節目 製播的比例 也應該更積極投入本土內容節目的產製 以保障本國文化傳播空間 即深化我國內容產制的這個能量 那麼第三點呢 我們認為要促進保障業者及視聽大眾的權益 所以未來應透過跨部會的合作 共同保護消費者隱私權益 打擊盜版 維護合法利益 提供一個OTT產業安心使用的情境 並加強合法業者競爭能力的法治基礎 這是首先在法規環境的部分 那麼其次呢 我們認為內容為王 那本國影視內容的產製的一個輔導政策 需要整體的轉型 那麼過去影視政策的主要的一個 重點在於輔導金的制度 我們認為應該要進行整體的轉型 來架構中長期的發展政策 所以除了既有輔導金的補助 獎補助機制之外呢 短期內我們希望能夠擴大 國發基金投資影視產業 並促進金融體系跟民間的投資 也就是獎補助跟投融資雙軌制 來進行多元資金的整合 那麼中長期希望設立專業的中介組織 那麼目前正在研理文創院的組織條例 那麼希望在中介組織下 能夠成立循環性的基金 為台灣的影視產業注入活水 那在這個中長期的政策裡面有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希望能夠引導業者 開發新興應用的服務 那包括鼓勵創意產製的內容 豐沛自製影視音的能量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OTT業者未來 在相關影視整體政策的輔導裡面 能夠納入並積極的來促進 這個產製內容的發展 來帶動影視音產業及OTT服務的共融發展 那麼第二點是希望強化媒合共創的能量 創新匯流服務的價值 也就是以IP的概念 來開發創新加值的應用服務 來服以即時直播電子商務等跨業的新興服務 培養使用者付費的習慣 並開發內容上架其他影音平台的版權收入 共同拓展產業獲利的空間 那麼第三點是海外市場非常的重要 那麼目前的業者單打獨鬥 其實非常的辛苦 所以希望未來能夠在中介組織 能夠形成彼此之間的合作策略聯盟 那麼來進行跨平台的資源整合 那麼以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那麼以國家隊的概念來拓展海外市場 那麼第二個重點是剛剛所報告的 獎補助跟投融資雙軌制 那麼來促進多元資金的投入 那未來希望說透過這個雙軌制呢 讓獎補助機制更專注於電機影視文化的基本面 包括人才培育創新實驗 文化特色等保障文化多樣性的這樣的一個政策的目標 那麼投融資的機制呢 聚焦於提升製作規格 要強化市場競爭力 那麼要讓我們的這個觀眾 能夠更關注我們在地的影視音的作品 然後希望為影視產業挹注資金的活水 那麼第三個重點是籌設中介組織 那麼我們現在正在這個 研擬文創院的組織條例 希望作為政府跟民間合作的平台 那並且把投融資的機制移轉到中介組織底下 成立循環性的基金 那麼剛剛報告我們要希望促進跨域合作 以國家隊的概念協助業者進軍國際市場 那最後呢要達到上述的工作 我們認為不是文化部一個部可以完成 當然我們有這個責務旁貸的責任 希望能夠來促進跨部會的整合 所以目前林權院長已經召開了行政院文化匯報 那麼第一次的會議 那麼目前有十多個部會共同參與 那但是這個在匯報底下 其實有需要更常態性的協調的平台 所以在匯報底下未來會有五個專案小組來成立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內容產業振興小組 希望透過這樣的小組的平台 來促進跨部會的整合 所以今天來到委員會的相關部會呢 屆時文化部也會邀請到這個內容產業振興小組 那麼就大家今天提出來的意見 我們進一步再研擬這個跨部會的政策架構 來這個分工整合來云與落實 那以上報告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謝謝部長 那我們接著請NCC的副主委 翁副主委 也給您十分鐘好不好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 今天應邀列席貴文會 就政府如何因應OTT產業新發展趨勢 提出專案報告進行指教 那我的報告大概有四點 第一點我們關注國際發展的趨勢 與各部會共同合作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 網際網路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融合 加上各項無線通信技術的進步 促進民眾消費行為的改變 也帶來了新的市場動能跟發展契機 而建立於網際網路上各行各式的OTT產業 逐漸對既有的電信與傳播市場形成衝擊 但也帶來了新的契機 由於網際網路的本質 從產業鏈 商業模式 行動與社群之關係 以及大數據與銀端技術的應用 及其他的數位經濟活動的整合 與忠效方面 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邏輯跟方向 並且持續在演化當中 特別是所謂的視聽新媒體的領域 以及行動世代的收視行為 也跳脫了傳統的廣電媒體的規範 現行的法令規範 並不足以因應整個新興媒體 而媒體內容的產業 既有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象徵 政府在管制 以鼓勵產業發展的情形下 如何在兩者兼顧 需做完整的思考與規劃 此等議題 近視面對網路時代的重大挑戰 NCC一直很關注 這個OTT的發展跟國際的監禮趨勢 在2015年10月 歐盟發布了OTT的服務報告 將OTT的服務定義為 是透過開放的網際網路 提供給中端用戶內容服務或應用的程式 以及OTT並非是傳統的通訊或傳播服務 而是透過開放的網際網路來提供各種服務 OTT的類別分為大概有三種 一個是OTT0 一個是OTT1 OTT2 建於寬頻的普及力提升之後 OTT的服務涵蓋甚廣 帶來了各種創新跟挑戰 我國知通信傳播產業 亦紛紛提供網際網路的跨影服務 由此可見OTT的本質是以網際網路服務 同時涉及跨國、跨產業、跨部會、跨法律 有必要成立院籍、跨部會的協調合作機制 通傳會人士仍會持續的關注 國際的監禮趨勢 將積極與各部會合作 從有利我國、數位通信傳播平台 未來治理與發展的角度來思考 二、檢討我們的通傳監禮機制 邁向數位傳播平台治理 由於網際網路是自由、開放、自立、治理的趨勢下 對OTT本應有不同於傳統的監管跟思維 過往的時空背景下 對通信與傳播的監管是以垂直分離架構、特許 而且在資源的管控方面是以control command的方式 對應於現在網際網路的發展趨勢 明顯缺乏彈性 且不亦讓傳統的通傳產業開創新的契機 其通傳會就OTT的管理 除了參考國際的監理趨勢 也尊重網路治理的前提下 必要使為適當之治理措施外 就傳統通信傳播領域的監管 也將解除 也將朝向節管的結構管制 將參進障礙及營運模式 也將朝節管的方式 未來通傳會將朝適度的鬆綁 以促進匯流競爭的理念下 將就整體通傳 以網際網路治理間不同規範相互調和的方向來思考 以促進與引導通信廣電傳播媒體的轉變 至於網際網路虛擬的世界 如同實體的世界 例如線上交易、西醫、消保法、個資法、民法、刑法 以及特別法律的規範 如著作權法、金融法令、財稅法令等 在內容的管理上 為創造優質的視聽環境 強化媒體自立機制引入共管模式 為對於內容分級制度、兒少保護、煙酒藥品廣告等 人需遵守相關的兒少法、藥物、食品及衛生相關法令及刑法的法律規範 此外 面對跨境服務的挑戰 國際合作 以學商機制以及多方行速的網路治理 都需要跨部會的延商並成立未來制度重要的一番 第三 結合相關部會來獎勵輔導、協助產業升級 為促進我國通傳產業的發展 除由通傳會負責通訊傳播的事業間以外 也需要結合其他部會的獎勵措施 扶植相關產業發展 才能事辦功倍相輔相成 目前由文化部長理內容產業有關的人才、行銷、產制等扶植與發展 由經濟部負責知通訊產業的獎勵輔導政策 面對科技發展、日新業役的變化 基於政府一體的原則 在行政院政策指導下 各司其職、相互合作 共同帶動我國通傳產業升級及視聽服務OTT的發展 最後,建立科技發展、日新業役 為促進通訊傳播產業的發展及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在自由、開放、創新、友善的網際網路環境下 通傳會將以穩健、務實的態度面對 針對OTT服務的管理方向 目前並未規劃以監理發造方式處理 為將持續關注國際的監理趨勢 朝向鬆綁傳統媒體的管制方向 並呈行政院跨部會機制 結合政府各部門及各界共同合作 其能帶動我國影視內容及自通信產業的發展 得以拓展新的機會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報告 將在大宴的督導之下 虛心接受各位委員的意見及指導 謝謝 謝謝副主委 我們財政部次長有書面報告 要不要做口頭補充 好 謝謝 因為怕你們收不到稅 對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陳邀到貴委員會列席 深感榮幸 那謹就政府如何因應OTT產業新發展趨勢 涉及本部業務部分提出報告 進行指教 那近年全球利用網路從事交易日益活躍 那政府對於網路相關產業的課稅議題 也非常重視 那麼以下僅就OTT等網路交易勞務 也就是提供服務 那取得收入的相關課稅的規定 還有加執行及非加執行 營業稅法就是我們所稱的 我們下面簡稱為營業稅法 還有所得稅法的修法方向以及進度 我們提出了一個說明 首先呢就是經濟合作季發展組織 也就是OECD在1998年的時候 在加拿大的渦泰華舉行 全球電子商務部長級的會議 對於電子商務的課稅架構就提出討論 這是數位經濟課稅規範的一個爛商 會議中就提出了電子商務課稅的五項原則 它包括了中立性效率確定性 還有簡化有效性公平性以及彈性 那其中所謂的中立性 除了強調電子商務還有傳統交易型態的課稅 應該相同以外 那對於應負擔租稅的管轄國家 外國業者相交於本國業者 不應該有不利或者是有利的一個租稅負擔 那對於限制以及所產生的問題呢 90年代的網路興起 各國對於電子商務怎麼樣課稅 是依照前面倭泰華租稅架構的一個條件 那認為電子商務本來是屬於銷售貨物或勞物的一環 所以營業人利用實體通路以外的另外一種銷售管道 那為了其租稅橫平 那營業人透過網路銷售 應透過實體通路銷售採行一致的一個課稅原則 所以呢本部在94年5月呢 就根據現行的營業稅法以及所得稅法的規定 訂定了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的規範 必利真納雙方來做依詢 那根據這個呢 OTT業者利用網路交易勞務 仍然應該依照規定來繳納相關的稅金 如果OTT業者是國內的營業人 他取得的收入是由業者負責報交 如果OTT業者是外國事業者的話 那麼鑑於早期國際間多無交換及合作的機制 他利用網路跨境交易勞務 各國大部分都採取逆向課稅的機制 也就是由買售人自行報繳營業稅 那我國也採行相同的機制 又考量買售人的依從成本 所以給予了新台幣3000元的免稅的優惠 那近年網路交易越來盛行 那基於網路交易的訊息隱密不易課稅的一個特性 個人買售人繳稅的依從成本高 而且小額交易免稅及營業人容易藉由課稅管轄權的選擇 來規避賦稅等等因素 那麼現行逆向課稅的機制 以及跨境免稅門檻 越發顯得國內外業者有不公平競爭及稅源流失的一個問題 那麼接下來報告是國際的趨勢 為了解決網路交易勞務產生稅基侵蝕及逃漏稅的問題 OECD也在2014年9月提出了有關數位經濟時代的租稅挑戰 並且對於現行營業稅制提出要求跨境銷售勞務外國業者 在消費地的國家要辦理稅集登記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麼為了掌握稅源 從去年起呢亞洲國家比如說像韓國日本紐西蘭澳洲等 都已經採納了上開的建議陸續修正現行的營業稅法等相關規定 至於所得稅的部分呢 OECD建議是以顯著經濟存在的概念 作為跨境電商課稅管轄權認定的標準 但是呢OECD也指出了這樣的概念 其實還需要大量的修訂目前國際稅法 國際稅收的規範以及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以後才能具以執行 所以目前呢國際間對於網路跨境交易 怎麼樣課徵所得稅還沒有一致的共識 那各國也都沿用原來的所得稅法及相關的課徵規定 那我國有關網路跨境交易所產生的來源所得 都是依現行的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的規範來課徵所得稅 那本部的規劃方向 也就是營業稅的部分呢 為了順應國際的趨勢掌握稅源 那本部已經檢討現行的跨境免稅的門檻及逆向課稅的機制 在今年的7月到8月之間 我們舉行了六場的座談會 聽取各界的意見 之後呢也參考OECD建議 以及韓國日本等國家的做法 在今年的9月呢 我們已經擬聚了營業稅法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我們要建立跨境電子勞務課稅的制度 明定跨境商務業者利用網路銷售電子勞務 給我國個人的話呢 應該在我國辦理稅籍登記 還有報繳相關的稅券 這樣我們才能夠掌握稅源 並且使國內外銷售相同勞務的業者得以公平競爭 那上開的修正案呢 已經經過大院在今年的10月7號交付財委會審查 至於所得稅的部分呢 未來本部仍然會密切注意國際間的實施情形 等到國際間對於網路跨境交易的課稅 所得稅的一個問題形成更多的共識以後呢 我們再適時檢討修正我國的所得稅法 還有相關法令 然後以國際接軌 中上市本部將持續掌握國際間對電子商務課稅制度的發展趨勢 那適時檢討現行的稅制合理性 以為租稅的公平以及中立性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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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我們現在就進行循環答 那我們本會委員會 呃 委員 質詢10加2 好不好 好那 列席委員就8加2 那我們現在呃 發言登記節時間為上午10點半 中午不休息繼續開會 好不好 好 委員如果有臨時提案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處理提案時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 原理不予處理 我們首先請發言登記第一位的蘇委員巧會資訊 主席好我們請文化部政部長 部長請 主席好 這是本會期實質上第一次站在備詢台喔 好 部長 呃 我今天就您這個提供的報告其實一個字一個字都很認真看了 我在這裡其實要說 這個報告其實是我進立法院半年以來看到實屬上程的報告 有佳作真的是佳作不曉得撰寫人有沒有在現場 部長應該要好好的鼓勵一下 我們同仁很認真那我們也開過兩次會 因為這份報告確實有藍圖有願景甚至連初步的方法都有寫出來了 但是這樣更讓我們會好奇 其實我們想知道這些好方法具體的細節預算還有騎乘 所以我對文化部未來的作為真的是相當的期待 那我想接下來就是省預算的時間了 我們也希望就這些細節的部分能夠有真的更完善的資料 而且要快一點 這樣我們才有時間消化櫃部提供的這麼大量的資料 這是第一個部分啊 那再來今天既然在討論這OTT產業 那我們先從一個小題開始說 部長上個禮拜是電視金鐘獎的頒獎典禮 那其實節目非常的長 那部長從頭做到尾五個小時 部長你覺得我們的金鐘獎如果和美國的最大獎愛美獎比的話 你覺得有什麼重大的不同嗎 我想金鐘金馬都是國內影視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其實我個人是認為說最重要還是影視產業要更進一步發展 那這個典禮上呈現的是影視產業的整個成果 所以我們身為文化部我們對促進產業我們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所以我當天說我身為文化部長其實我的責任就是要把金鐘的舞台 台灣影視產業的舞台搭的更大更精彩 好那部長其實配合今天的題目我想表示的是 我們的金鐘其實和艾美獎最大的差距 我們看下一張圖喔 其實就是我們的OTT的節目在目前的規範之下 是不可能被納入獎項的 因為根據105年度的獎勵辦法 其實它只有規定了這個 它只有規定我們的第一款所稱的電視事業 是指無線電視事業以及衛星廣播事業 所以既然我們今天都已經願意花時間 用立法院這麼珍貴的時間來討論OTT的產業 我在這裡直接建議明年度開始我們的OTT 只要它是不是也可以被納入金鐘的獎項裡面 是這個委員這個建議的方向也是我們在思考的方向 那其實包括金曲獎喔 我們也已經正在討論擴大 因為其實像艾美獎來說的話 大家都看到我提供的這個是紙牌屋嘛 這個我相信非常多人都愛看 其實今天在討論美國的龍頭Netflix 這個其實它的所有的節目已經是 甚至超越了很多的電視台 已經橫掃了艾美獎 我相信也期待我們未來台灣的產業是有這一天 所以今天討論OTT 大家知道OTT業者要成功 其實不外乎是平台、內容和用戶 文化部非常有guts 你在第三頁的時候 就把這個內容的部分其實已經承攬下來 認為內容的部分就是文化部的責任 何況你今天也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內容為王 所以可見得文化部有這個決心承擔我們OTT業者裡面 最重要的內容豐富的這一端的責任 那我想請問部長 你說內容為王 可不可以用30秒的時間你再說明一下 你覺得最重要能夠讓內容豐富 內容可以大量提升的方法是什麼 也就是對文化部來講 這個強心針到底要打在哪裡 報告委員在數位匯流的時代 其實平台的型態已經很多元 OTT是創新的一種型態 但是不論是在這個電視OTT 或者是說這個其他的型態 其實最重要還是內容 那他可能在從一個IP出發變成一個故事 但是他在不同的型態中去呈現他的一個作品 所以其實是內容的一個輔導 我們希望是有一個完整的整體的政策來這個進行 那過去其實對影視產業只有輔導金的制度 我們覺得是不足的 所以我希望說轉型成一個比較全面的 包括資金面 那麼包括這個組織面 那麼包括通路 拓展通路 像提升本國自治節目的比例 那麼等等各面向 包括國外市場如何連結 他需要全方位的一個政策 能夠來協助促成一個產業鏈 好 部長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知道這是你的強項 這個你講三天三夜都沒有問題 但我在這裡要提出把握時間提出我的建議 我現在看到的是在內容為王的部分 貴部所提出的建議其實是等於是 既有業者和OTT業者的結合 或者是本國和國外的結合 還有包括的是我們在鼓勵創新加值服務 種種的面向其實是鼓勵這個環境之外 還有加強的資金的通路 可是我認為其實真正的核心是人才的培育 而且這個人才不單指各個面向 我就直指我認為這個人才其實是編劇 所以文化部這裡有沒有具體的 對於編劇人才培育的方法呢 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雖然文化部這邊提出了在講補助辦法裡面 我們會優先來鼓勵人才培育本土作品的創作 但我認為核心中的核心還是編劇 其實像這次金鐘獎有一個節目新創獎 公共電視就有入圍一字千金 我想次長其實就是當時的節目部經理 你應該可以理解一個好的節目企劃 要需要多少個編劇 應該是至少五 一個團隊 非常多的 其實需要一整個團隊 不是只有一整個團隊 這個團隊裡面重中之重 甚至就是編劇這個任務 所以在電視節目裡面的編劇和戲劇節目裡面的 電視節目裡面的企劃和戲劇節目裡面的編劇 其實兩者都是台灣現在目前最欠缺的人才 那我想我們常常在講這個韓流的部分 是如此的蓬勃 韓劇如此的興盛 可是我們其實有看到嗎 其實韓國它是有專門的培育室 培育的公司 培育的事務所 韓國的專業的編劇人才 其實是已經據我這邊調到的資料是有2500個以上 我們台灣有2000個編劇嗎 我們有250個編劇嗎 我們有250個電視企劃嗎 其實我認為這個部分實在是太少了 那所以人家可以用這樣的制度 去把這個最基本的 您這邊也有提到嗎 其實基本面就是人才是故事 故事是核心 對 所以委員的這個編劇的強調這個重點 我們是非常的認同 好 那部長這邊有什麼具體的計畫嗎 目前現行其實是有這個相關的編劇的鼓勵的獎項 那麼也有相關的計畫 你認為不夠嗎 我個人認為是不夠的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人才的培育 當然基本的在教育系統的整合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一個催生一個產業鏈 而且有一個穩定的產製的能量 讓人才在實作中 能夠不斷的累積專業經驗 這個是重要的 那實務面你知道現在我們台灣的編劇科系 專業的編劇科系有多少 有哪幾間 其實只有北義大而已 所以我非常建議部長 在所謂的跨部會文化匯報當中 既然教育部也有來 那這個專業的影視科劇中的編劇人才 是不是可以用育長的力量 我想在教育系統更強化 這是很重要 但是我也希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認為說在整個產業鏈的過程當中 其實應該是要讓整個製作環境 它能夠有更充足的能量 當它從一個概念到故事到編劇 到前置到製作到後置 它能夠整體進行有更多的資金跟能量 那它就會投入在更多的資源 在劇本開發上面 其實我看到韓國的很多影視作品是 在劇本形成的過程 行銷團隊就一起參與了 所以它是一個整體的一個作品的打造 那我想大家希望追求這樣一個製作環境 文化部我們責務旁大要營造整個這樣的一個 比較能量充沛的製作環境 那讓人才在裡面不斷的被開發 不斷的累積專業跟實作的這個能力 未來會呈現更好的作品 所以其實從教育到整個產質量的提升 那麼到整個製作的模式 那麼到規格的這個提升 我想應該是全面的來進行 部長你這個方向我完全認同 我百分之百認同 但是我今天藉這個時間在這裡提出來就是 除了資金的到位整體的到位之外 我想指出的是這個基本中的基本 最核心的說故事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應該要放更多的力氣下去 因為編劇換企劃的人才培育 這個部分它的CP值實在是太低了 它真的就是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之 而且你就算產生出一百部好的劇本 還不一定能夠拍出一個好的劇作品 能夠像李安這樣把自己的好劇本 同時又能夠導出變成好作品 這真是太少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沒有人會願意去投資 就算我剛剛的資金都到位了 但我願意把它錢花在一個 很可能看不到成果的編劇項目上 其實還是很少啦 通常是有好劇本了 大家才願意去投資嘛 所以我在這裡 為什麼要花這個時間提出就是 我既然認為這個東西這麼重要 所謂國家的資源 我們國家的資源就是 應該要放在這個雪中送泰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的是未來配置資源配置的部分 能夠看到文化部在這個部分 比如說你是從教育的部分跟教育部這邊 有更多細索人才的培育 甚至是成立專門的學校影視音的部分 在編劇的部分可以大量增加 還有您剛剛提到的獎項的部分 我們的編劇類的部分 有沒有有可能在更多元 比如像這次可以做節目新創獎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還沒有更多的獎項 可以導入去鼓勵這個部分 讓大家願意投入 而且不是只有戲劇喔 我認為綜藝節目 也是我們非常需要關注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大量的影視收視人口 是落在綜藝節目上面的 那我們的綜藝節目 有什麼樣的心梗呢 會不會逼使我們只看韓劇 只看日劇呢 那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討論戲劇的部分 我認為文化部在內容為王的部分 甚至是OTT要讓他可以有更多的用戶 比如說在中南部 會不會其實我們諸葛亮的節目 是很受歡迎的啊 他中南部的人 就算要OTT 他也不會去看我剛剛說的 Netflix的紙牌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們怎麼樣可以有更多的好的綜藝節目 本土性的這些適合我們收視觀眾的 一旦內容豐富了OTT產業也才有發展的空間 那我為什麼今天挑文化部這個地方 來闡述討論我們的意見 就是我認為這個工作只有文化部可以做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能夠看到文化部在未來的作為上面 跟之前能夠有完全不一樣的做法 是 我們會加油責無旁貸來促進靠部位的合作 那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在努力 每一天都在努力 那這個改變 政策都在逐步的形成 整體的政策也開始逐步要來推動 那在明年的預算也反映了這些重點 所以委員關心的劇本的部分 我們也在預算的部分 是編劇和企劃的部分 編劇和企劃人才培育的部分 好 那就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我們今天請吳司藥委員 謝謝主席 我請曾部長 然後另外有請NCC的翁副主委 首先真的非常的肯定 肯定部長 不只在我們內閣部會首長的民調當中 都是名列前茅 而且我非常的振奮 新的年度的文化預算 是有史以來的新高 也是成長的部會當中最高的 部長真的要給你好多個讚 謝謝委員 但是資源要放在哪裡 我們今天就從OTT來破題 面對 大家都說2016年是OTT元年 OTT這樣一個無疆界的競爭 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 Who is the winner? 台灣能贏嗎? 部長 部長 你坦白的說 台灣能贏嗎? 在這個賽局裡面 我覺得我們要面對這個挑戰 是要用正面的一個積極進取的一個性 正面迎戰 也就是說我們要設定 我們勝算大嗎? 它雖然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要設定這是一個機會 好把它當成一個正面的機會 當然 我想部長一定要正面迎戰 而且要為我們的相關的業者民間 打造一個可以贏的契機 但是本期我必須憑良心講 我認為我們的OTT已經是輸在起跑點 國外的這麼大的 人家都啟動比我們更早 我們現在開始激起直追 但是我的定位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論述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覺得心頭抓好聽 如果我們今天要立下一個好高勿遠的目標 我們要贏 我們要打敗這些人家說土洋大戰 打敗這些國際的OTT的競爭 我覺得大可不必 我們在政策的引導之下 如何讓我們相關的新興媒體的業者 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甚至有一席之地 我覺得這就歐密鬥呼了 我平良心講 我自己是以這樣 我不能講這是悲觀 但我覺得這是務實 因為這會讓我們決定 我們的政策資源跟支持要怎麼放 下一頁 這個OTT正夯 我剛剛講春秋戰國時期 不管是內容服務商 節目製作商 或者是這些電信業者 有線電視頻道商 跨國大舉壓進的平台服務商 都在這個賽局裡面 大家都是player 政府不能自外於這個賽局之外 就這麼簡單 我們不能把過多的期待放給丟給市場 自己去處理 我放這一頁 我就是要提醒這點 政府不能自外於這個OTT 春秋戰國時期 百家爭鳴時期的戰 的賽局之外 的戰場之外 政府不能把責任只丟給市場 所以我們要有更強而有力的政策 做為下一頁 人流大洗牌 我這個資訊是來自於台北市媒體代理商協會 最新給我的 到2014年 電視的媒體涵蓋率88% 網路集起直追到68.5% 我想請溫副主委 您可不可以預測一下 什麼時候在台灣 網路的使用的涵蓋率 是會呈現黃金交叉 您的判斷是什麼 NCC的診斷是什麼 我想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從行動寬評的那個看法 其實在那個行動寬評早就 我們的行動寬評4G跟3G的人 人口的那個 電腹部門已經呈現黃金交叉了 去年就呈現黃金交叉 所以說 使用行動寬評來看這個影視 就這個OTT的video的人 早就 已經 好 所以就NCC的專業來講 媒體的涵蓋率在使用者 閱聽者這一端已經黃金交叉了 好我要驗證這個數據 因為我手上的數據是民間提供給我到2014年 我也非常質疑 我們官方有沒有這樣的統計資訊 應該要有吧 有 我就是跟那個委員報告 從我們那個3G 好請提供您說的這個資料 因為我們都需要來理解 我們因應的所謂這個破壞性的創新 到底是多麼急速的在登場 下一頁 人流大洗牌我這也是另外一個數字 一樣也是 這是之前行政院還有數位會流小組的時候做出來的 簡單講 整個網路時代回不去了 使用者的習慣回不去了 下一頁 黃金交叉 有人流就有錢流 就廣告的部分 我收集的資料確實 2016 就今年 今年的上半年 對副主委一直點頭如搗蒜 上半年的網路廣告量 111億 已經超出了 有線電視無線電視的廣告量 所以 已經黃金交叉 真的回不去了 但是這裡我就要請教我們政部長 您的報告裡頭提到 歐盟 他們 可以兩個作為 我們可以借進 其中一個我就講 百分之二十的營收 千人點閱 分三塊錢給內容業者 非常低的拆賬 這個 這個 這個遊戲規則 資金外流更是如此啊 這些平台佔有過半的廣告收益 但是卻很少投入幾乎沒有台灣本土的內容製作 所以剛剛說歐盟的經驗 部長 我們有信心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到 台灣能夠 也許管不到國外的這些平台 但是如果台灣自己的OTT的這些 新興的平台 的業者 我們能夠做到 多少比例 提供給我們 高品質的內容 產出 我看到歐盟這個政策 其實可以給我們一個概念 就是說 即使連歐盟這樣的一個 這個 文化 主體性 這個相當強的一些國家 他們都認為說 對於他本國文化傳播權 要有所來維護 那所以過去在台灣 從這個國際主張文化例外 我們顯少去思考 一直到本國的文化權 其實我們也都比較少落實 那麼例如像現在我們也希望提升說 在我們的電視上面 要提升本國自治節目的比例 我們廣電三法有新的法 但是目前NCC也正在演你執法 我相信這個我們會是邁出第一步 那麼來適度的維護本國自治節目的能見度 那同樣的道理 在OTD上面 我們也看到歐盟這樣的一個作為 法律上的作為 就是兩點的一個規範 一個是說OTD影音服務產業 至少要提供20%歐盟的節目 確保一定比例的通路 那麼讓這些節目能見度 能夠確保 那麼第二就是說20%的營收來投資 所以我針對拆帳這麼不合理 我們的內容當然你用補助 用金融機構用民間資金進去 那是一種影視的處理 但是這個部分 您剛剛說我們學習歐盟 所以歐盟的這個是我們現在的政策方向 我們在面對國際經貿的時候 在文化的項目上面 要有一個文化例外的思維 我們有這個政策方向 那麼在相對應的通路上面呢 有適度能夠維護 本國文化傳播權自治節目的能見度 我覺得這是我努力的方向 努力方向 但是現在很難說 需要跨部會 比例打多少 什麼時間 因為這個需要比較周嚴嚴謹的來演議 那麼也需要跨部會來討論 好 那我同意這方面 我們會把這個議題提到文化匯報 內容產業振興小組上來尋求跨部會的討論 那我期待下一次的文化匯報 可以具體針對這個部分 文化部跟NCC定出一個 台灣的本土節目的比例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多少的營收 可以溢注於本土 具品質高的 具差異化的內容的產出 我期待可以下一次的會議可以有 那包括委員 其實第一步 我想NCC現在正在演你的廣電三法 提升本國知識節目的執法 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這部分我想也是 社會會相當期待 文化部我們目前也正在跟NCC 來彼此來互相討論這個執法當中 好 下一頁 衝擊二 文化的統戰 我就簡單講 有訊息民間告訴我 中國的業者用非常低的市場價格 干擾市場價格的方式賣節目給 文化部管的公股的頻道 就是米月傳這一部 八十一集的節目 它只賣三千美金不到十萬 您有掌握嗎 我會來進一步了解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電視上面的這個目前失衡的狀態 對 我們要打破 而且它用這麼破壞市場行情的方式 就是壓制 就是用這麼低廉的價格 連我們的公股頻道 便宜的方便的取得了它的影片的話 至少我們可以限制它播放的時段吧 是不是 播放的比例嗎 對 包圍就是目前廣電三法 那麼無線電視的部分 其實是本國字的節目 不得低於70% 那麼主要時段 就是說同時段主要時段 播出本國字節目 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的50% 也就是說黃金時段 已經有基本的方向 本國就不得低於50% 那部長 我就提醒您 我們未來會請公股集團董事會來討論 公股集團它的一個公共服務 他們如何來思考本國字字節目的部分 我提供給您的訊息一定要掌握 不能再讓這樣子的方便之門 中國進行它的文化統戰的方式 用這種破壞市場價格的方式 在我們公股集團 這就是不能接受 我們要調查 而且我們要找出機制來防堵 來 我來看那個部會分工的 來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件事情 確實我在文化匯報看到 我們有針對OTT的興起 制定了一個新的產業做法的機制 但是我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文化匯報之下 換言之是文化部主管咯 文化部在主導整個OTT產業的 這個破壞性創新的所有的問題咯 部長 我覺得您剛剛講的很多 都是在NCC下面的相關的新的匯流無法去處理的 可是如果你把這一項放在文化匯報裡頭 我只是要 冤有頭佔有主 人人有責可能人人免責 而在文化匯報之下 是文化部來做這個 啟動的角色 帶頭的角色嗎 是這樣嗎 報告委員 文化匯報文化部我本身是執行秘書 院長來親自主持有兩位政委是副造集人 我想我們內容產業振興小組會有一位政委來造集 當然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是整個幕僚的部會 所以是一個 我們會來積極促進跨部會合作 我想我們責無旁貸 但是我也要報告委員就是說 文化匯報成立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部部都是文化部 所以其實不是其他部來幫文化部一起合作 我謝謝政部長給我的答案 我要告訴NCC副主委 相關的法治健全是你家的事 OTT這樣子的監禮機制是你要建立的事 今天是文化部把它提升到文化匯報來 縱觀啟動一個跨部會的機制 但不代表樣樣像像是文化部的事 文化部主責的是扶植好的內容產業 這是他天津地義要做的事 我們會跟文化部積極來合作 我們會跟文化部積極來合作 不要再踢皮球 對 不要再踢皮球 我們會積極合作跟文化部積極來合作 好 那我對於過去OTT在舊政府的時期 我們一再發現踢皮球的狀況 這點放心 其實NCC詹主委還沒上任前我們就見過 沒上任後我們也互訪 所以我們非常密切的在合作 那就是一個全新的春秋戰鬥 我們也列出最強的 最強的戰勝 而且也有穩定固定的協調平台 行政院也會來領導 所以我想我們絕對不會互提皮球 好 那我們部長非常勇於認識 其實真的我是要告訴NCC 法制的戒權在你的手上 很積極的跟文化部來合作 OK 今天時間很有限 我大概80%沒有講到 但我們找機會再討論 那大家一起努力 另外我最後提醒 國家隊要不要組成國家隊 我個人持保留態度 我個人認為有很多的提醒 過去NCC在反媒體壟斷 NCC在懼怕單一個過大的媒體的時候 我們對於OTT 我們要組成一個國家隊的形式來迎戰嗎 我認為這個是要思考的 我最後點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討論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吳志揚委員 好 主席有請部長 部長請 吳委員好 部長 明年的文化部的預算有蠻大幅度的提升 我先恭喜你 但是我希望這些增加的預算 都有效的運用在文化的業務上 是 是 我這樣講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最近看到一個趨勢 我覺得有點擔心 有點擔心 就是我們文化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夠尊重文化 政治會不會凌駕在文化上面 還是讓它 我們是扮演一個支援文化發展的角色 我們不要凌駕在它上面 因為文化人 講難聽點 他是有他的脾氣的 他們其實最在意的 是不是被尊重 那這本來是上個禮拜 我要跟你講的一件事情 但是上個禮拜因故沒有開會 我還是要再講 就是你們台中歌劇院 上個月風光開幕 結果本來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一連串的負面的新聞 讓文化界議論紛紛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整個的開幕的記者會 開幕表演的記者會 陳建仁副總統 林佳龍市長還有政部長 還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陳國志董事長 四名貴賓上台致詞 花了半個多小時 結果真正大家最希望他上去講話的 是這個設計者 伊東風雄 這麼著名的設計者 希望讓他講講話 結果他沒有這個機會 那當時我們以為 從報紙上看來以為是 這個台中的歌劇院自己講 說是伊東自己婉拒上台致詞的 但是後來根據媒體的報導 真正伊東的意思是 他並沒有受到邀請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說 我要上去講話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講了四十分鐘半個小時 然後讓大家真正對這一棟建築物 有貢獻的人 聽聽他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事實上他只想感謝台灣 讓他有機會把一個這麼難做的建築物 蓋在台中而且完成了 他是想感謝 他並不是要來邀功 他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失禮 你要知道日本人的個性 他是很客氣 那不表示他不生氣喔 不表示他不生氣喔 那更離譜的就是說 後來在這個整個的這個晚會裡面 請了座位大概九成都是安排一些政治人物跟商人 那真正文化界的人 其實去了很多你們邀請了蠻多人 但是沒有座位 阿洛洛等大概一個半小時 有的是國外請來在文化界非常有名有影響力的人物 有的像我們自己國寶級八十一歲的歌仔系的民靈 我們廖瓊之老師 他也沒位子坐 我覺得這個對文化人來講 他們當然是文化人 當場不表示生氣 但是事實上 據我的了解 他們其實都很受傷 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舞台應該至少一半是他們的吧 結果他們居然被晾在旁邊 後來我這個後來我又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不只這個喔 這個音樂會有一個這個開幕的音樂會是由 國家交響樂團演出的 演出的是華格納的萊茵的黃金 這個是表演得非常好 但是結束以後的演奏會的慶功酒會裡面 又通通都是正商名流 然後表演的那個交響樂團的團員 大部分的人就趕快坐高鐵就回台北了 只有一些個身部的首席 因為我常常也在玩樂團會知道這種狀況 只有個身部首席有被邀請留下來 但是他們一看那個場合 糟糕我要跟誰講話 這些人都是政治人物 都是正商名流 我的文化界 藝文界 音樂界的朋友 都不在那裡 所以他們在那邊站了幾分鐘以後 自己很四向的也離開了現場 好 部長 你覺得這整個過程 對文化人有尊重嗎 對文化人有尊重嗎 報告委員 這個台中各劇院是伊東風雄先生很重視的一個作品 那的確就是我們也如委員所說 我們也覺得說 如果當天伊通風九先生能夠上台致詞 我想整個典禮會更圓滿 那也不至於失禮 那我必須跟委員報告說 整個開幕典禮 那包括節目包括演出 雖然籌備單位 籌辦單位是 行政法人國表義台中歌劇院 台中歌劇院是 行政法人國表義下屬的一個場館 那籌備單位是國表義 但是呢我自己也覺得說 文化部是行政法人所屬的督導機關 所以我們未盡全盤了解 未盡周延考量 我們也則無旁貸 我想我們外界的這些 只叫我們虛心檢討 還有一個這個 你看這個右邊 右邊這個 我想你後來有撤掉 就是你們請了廖瓊之 魏海敏 唐美雲 盛曉雲 四大名聲響叮噹的表演藝術家 來表演 結果他的海報設計是說 看誰先玩獸誰豐厚 這個其實 我知道是創意 但是拜託稍微懂一下文化界 是 有報告委員就是說 這些人之間他們演出的 戲劇的類型 演唱的類型都不一樣 沒有人比誰厲害的 所以這個角色 還有網友笑稱說 是不是因為在台中舉辦 有點那種選花魁的那種 很負面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請你拜託 文化最重要的還是文化人 這些文化人需要是尊重 報告委員 因為國表義其實是行政法人 我近來一直在思考說 行政法人的一個定位 因為當時成立行政法人 希望說像劇場這麼專業的一個場館 教育團交給專業團隊來治理 所以我們過去 包括兩庭院 包括台中歌劇院 包括衛武營籌備處 他們演出的節目 其實我們都是尊重他們專業的安排跟治理 但是我想社會所批評檢討的聲音 我相信國表義也會聽到 我們也會請國表義內部來檢討 部長 這個文化部很重要 你的態度會影響你下面這些分支機構 尊重藝術家 這個我覺得是基本的原則 其實體育也是這樣 我們都是屬於後援的 讓運動員、表演家站上舞台 我們在後面支持就好 我們不要自己變主角 那另外我要特別講的是 從這幾個事件看來 我一直有一點感想 雖然我們政黨是輪替 但是我覺得 現在執政黨的政治人物 從中央到地方 從行政官到民意代表 我們感受到一個很不快樂的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你們收割人家政績 收割得很高興 一點都沒有厚道的感覺 我想沒有這樣的一個心情 報告委員我們是一棒接一棒 其實 那我問你 我在捐贈 台中歌劇院 我自己的了解 這個東西 一波三折 過程裡面 我感覺上 我自己心裡想 好像是胡志強市長 做了最多的心力在上面 也是 沒有錯 那為什麼他當天有沒有被邀請呢 我也沒有看到心靈 報告委員 我必須跟委員說 因為整個籌備是國表義 那我 這個 其實我個人在支持的時候是 一直表達對胡前市長的感謝 包括在捐贈典禮上 包括在開幕典禮上 那 我擔任過委員 我也知道說整個過程 一棒接一棒 很多人參與 我是反應一下 其實連文化部 其實連文化部都是從 好幾位主委 你有機會跟你的 好幾位部長 總統 不要這樣子 大家都是從政的人 不要有這個感覺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樣子 不尊重文化界 不尊重 其他政黨的政治人物 委員放心 其實我 你們演得很高興 其實我支持的時候一直提到說 民眾 心中有一把尺 他會不高興 其實我提到說胡前市長 我在捐贈一事也提到說 胡前市長的文化局長 其實當時在修國表一條例的時候 他也都率隊在現場 那麼我也提到說 其實有好幾任主委跟部長 也在協助台中歌劇院的興建 我的時間有限 所以其實是一棒接一棒的努力 你其他部門的政治人物 我不管 我希望文化人的基本素養 對任何人的尊重 包括不同的政黨 包括文化人藝術 這些人物 一定要尊重 我想國表義剛成立 剛成立是第一屆的董事會 我也希望說給國表義一段時間 來學習成長 下一頁 下一頁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OTT上的節目 其實是由現在在電視上面所播的節目 是平行的 所以它有一部分的功能 其實好像是廣播平台的延伸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家會覺得既然都是播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我用這個看受到這樣子的管制 我用那個管道看受到那樣子的管制 大家會要求平等 那當然OTT現在也越來越多 它自己強大以後 它會有自製節目 甚至是它先做好以後 以後是電視要跟它買去播 也有可能 但是現在很多的人大部分都在追劇 追劇的結果就是說 基本上它造成電視跟電視節目 或者是這個Cable的業者 競爭上很大的不公平 所以有兩個approach 我想確認一下文化部跟NCC你們的調子 因為文化部是管內容 那你們是在管管制 對不對 你的方向是OTT要受到類似廣電平台的管制 還是因為要公平 OTT很難去管制 所以你現在廣電要管理要趨於比較鬆 往OTT那邊靠 我剛剛聽你的講法是後者 我想再確認一下 網際網路上面的行為 它是多元自由平等的 我們盡量朝向light touch的原則 但是我們在傳統的廣電媒體的管制是比較高 我們要逐步的解管 讓傳統的廣電媒體的管制強度下降 那OTT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盡量沒有規劃用監理發照的方式來辦 但是我們也會持續關注 那個國際對OTT監理的趨勢 我們也會一併在關注 這樣 應該是比較朝你後面講的那個方向 所以拜託這個要快 要不然你會造成這些業者之間 它的定位不明 那兩位都在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很關心這個愛奇藝 剛剛也很多人講 愛奇藝的申請 它已經向投審會 應該完整的申請了 那現在他分頭問陸委會NCC 跟文化部的意見 那請問你們是要不要回 你們兩個都有 來 報告委員 這個投審會有韓文詢問文化部的意見 那其實我們目前是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還有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的許可辦法 那這個許可辦法是兩岸人民 這個經濟部來主管的一個行政命令 在這個辦法裡面 電影電視影音串流服務內容 目前在中國大陸部分是非屬現階段 錄製來台投資許可項目 所以我們是依照這個辦法底下 那麼文化部是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會同我們的意見 但原則上我們是依這個辦法來會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吵很久了 我覺得NCC跟文化部要有態度 你們要不能以讀不回啊 不會 我們是一定會來表達 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想管還是不敢管 還是不知道要怎麼管 所以沒有回應 報告委員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回答的 就是說我們依照的是相關的許可辦法 要來進行這個回覆 那目前依照許可辦法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正面表列的一個方式 那電影電視影音目前非屬現階段錄製來台投資許可項目 所以目前這個法因為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那我們依這個法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會意見 給投資會 所以你們基本上是否定的嘛 應該是這樣子 我跟委員報告就說 這個許可辦法的一個制度 不好意思 我就講一句話 不管你們那個管制的方向是晚延還是弱 我覺得落地管理一定要做 為什麼 因為它實際上你阻止不了它來 但是你如果不讓它落地涉及的話 你要管理它 根本不能管 它的侵權 它的消費者保護 你完全管不到它 我們不要自己以為不讓你註冊 好像就不關我們的事 它還是會來 所以一定要納入管理 落地管理還是最基本的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張廖萬監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文化部政部長跟我們翁副主委 還有翁副主委 麻煩請 委員長 謝謝 我很高興看到我們 部長在回應這個OTT產業的時候 其實做了相當多的一個 包括產業的規劃 未來的策略都提出來了 那我也看到NCC在面對OTT產業 這個這樣子一個新的一個產業 做太多的規範 你們的態度 你們的態度 是請向要檢討 通傳傳統的 對這個媒體的監禮制度 它過去是特許 特許制 那要邁向數位 所謂數位通傳的一個平台治理 然後呢 打算不打算去對OTT 這樣子一個新的一個產業 做太多的規範 那回頭呢 要對這些傳統的 這個電視媒體 或者有線電視來做鬆綁 是不是這樣子 我聽到的是這樣子 廖委員好 詹廖委員好 是 大概就是說 傳統的是很高的監禮強度 那OTT是現在是 它是一個比較低的監禮 那我們是會朝向把傳統的那個管制強度降低 解管 解除管制的這種匯流的精神來處理 好我想 副主委 我來 那個下一頁 我想對於過去 過去我們傳統電視頻道電信的管理 我想現在OTT面臨到的問題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的 有所謂的文化維護 這個本國節目的問題 剛才我們文化部也提到 說歐盟 連歐盟這樣的一個體系 他們都開始會去強調文化的自主性 主體性的保護 產業的競爭力 那我們目前為止 對於傳統電視有線電視 或衛星電視的管制非常 還是採特許制度還是有管制 然後對於消費者的權利呢 我們在過去的廣電刪法裡面也都提到 那包括兒少保護 執照是特許 課稅版權保護 外資的投資比例啊 都有所規範 那在OTT目前看起來 我想請教一下 翁副主委 我們有關這些 跟過去我們傳統媒體產業 我們的管理我們的法令 裡面有落差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都採取鬆綁 報告委員 那個網路虛擬的世界 對應到實體的世界來喔 這三項 消費者的權益保護 兒少的部分 這個都有管 還是一樣 這個是 跟有線電視業者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管 你們只是不立專法而已 各部會自己去管 有檢舉就管 這個消費者保護就是按照消費者保護法 好 那如果按照消費者保護 我們剛才提到 像愛奇藝 我們上次也提過 愛奇藝它來了 我們註冊了 我們的那個消費端 直接就上網 用信用卡刷了 那如果它產生收視權益的問題的話 它怎麼去解決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回歸那個消保法的部分來說 你什麼消保法怎麼去管 沒有啊 它的附账的方式的話 它是用那個 進外的 好 進外嘛 進外怎麼管 剛才吳委員問到 愛奇藝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的規範還沒有出來 愛奇藝也沒有辦法登記 那你怎麼管 可是事實上 現在已經有一些潛在的收視戶了 你們知道多少戶嗎 愛奇藝的那個用戶 這一部分我抱歸 你們有資料嗎 這一部分我們沒有資料 因為這一部分是屬於電子商務 那容我會後了解 再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想我們的 現在OTT產業 透過這樣一個新的一個產業 它其實已經大舉 進攻台灣的消費群 收視群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法令 到目前為止呢 還沒有辦法整合出來 一個 一套比較完備的一個規範的 像剛才我問那個部長 其實我蠻欣賞你特別去提到 你的報告裡面特別提到 歐盟為了維護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跟產業競爭力 在今年五月提出了修正 視聽媒體服務基本規範的提案 要求境外的OTT影音服務產業 至少應該提供20%的歐盟節目 跟提播20%的營收資金 投入在地的內容產業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剛才不早提到啊 像歐盟這樣子一個 這麼重視文化 他們的文化力這麼強的 很多國家是靠文化在行銷 它的觀光產業 它各方面的一個國家發展的 基本的一個形象 他們都要保護了 台灣面對現在強勢進逼的 這些境外的OTT產業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提出一套規範 是 所以這個委員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非常關心 文化傳播權的問題 所以所謂管不管有很多的層次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網路言論自由 原則上大家是尊重網路言論自由 但是有兒少保護的一個底線 但是其實它還有很多面 除了網路言論自由以外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文化傳播權 文化交流的這個失衡的問題 這是一個國際趨勢 就是說各國都會維護本國的文化的傳播權 所以在OTT上面 我們也希望說讓本土的內容產制 能夠確保一定的能見度 那麼在電視上面 我們也希望說提升本國支持節目 我想這個層面還是可以有政策的 或是介保本國文化傳播權 或兒少保護等等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我想對於OTT這樣一個新產業 它對於國內的衝擊 包括傳統的電視 衛星電視 或者傳統的媒體產業的衝擊 是相當大的 剛才我想我再看一份 今年最新的一個調查 那個廣告量 剛才 吳委員也提到 吳事業委員也提到 其實今年上半年度 我們已經看到了 所有的數位廣告量 111.95億 已經超過 有線加無線電視的廣告量 110億 就今年上半年 剛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抵擋的 這樣子的一個通路 新的一個通路 那我們現在 在規範 包括是境外 國內的 我們在國內就不要講 OTT那個都有辦法處理 那境外 其實是比較強勢 往往是比較強勢的 我們怎麼樣去規範 什麼時候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這個就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屬於OTT業者 他的一個商業行為的管理規範 那其實國內也是有相關的 這個法規的 那當然境外的電子商務 就是經濟部要另外來思考 所以我想不同層次 需要跨部會 這個來整體思考 所以可能不是單純就是說 管或不管 而是他在不同層次上面 其實國家是可以有一些政策的空間在 對 讓我們站在言論自由 站在整個這個電視產業 新的一個平台的發展 我想我們大概不會去主張 對於這個市場的太多的限制 可是對於像文化部主管 產業的促進上面 對 自由市場 我們是有這個責任 對 但是對於文化 我們在地的產業 它有一個發展的利益 對 像 文化傳播權 我再接續下來 剛才委員沒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也提到 你說隱私營是國家文化的體現 也是國家重要的戰略產略 戰略性的產業 那你也提到說要組國家隊 我想你會提出來一定不是只是口號 報告委員 這個國家隊可能比較不是說指的是說 OTT要結成一個國家 而是說在我們希望未來設立中介組織 對 那在中介組織上面 這個中介組織是什麼型態 我想更了解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側進機構 是用協會的型態還是基金會的型態 我們比較期待 因為前一個階段其實文化部曾經送了文創院的組織條例 它是一個財團法人 那比較是一個研究性質的一個機構 那我們是希望說它能夠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重新研議 希望它能夠作為一個產業促進的一個 這個側進的機構 那所以未來在這上面希望結合跨域的這個力量 然後政府跟民間的資金 那麼所以所謂國家隊的意思是說 整合各界的一個資源 我知道是整個影視產業嘛 整個影視產業的概念 對 我想這個影視產業 要來組國家隊來打 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本期是贊成的 那你問題是 你怎麼樣子來做 進行影視產業的一個投資規劃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很多策略性的問題 過去我們 不管是發展電影產業也好 或者是電視產業也好 其實發展到現在 我們的傳統的廣播電視法裡面 也對於電視的自治率 外資的投資 黃金時段的一個節目的播出的限制 其實我們都有規範 但這樣規範的結果 很顯然它當然是有一點效果 如果不規範可能更糟啦 可是顯然也沒有辦法來解決現在 本土自治節目它的內容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的廣電法相關的規範 目前因為還沒有完全落實 因為執法還在訂定中 所以我想報告委員就是說 這個執法訂定非常的重要 那本國自治節目其實不只包含比例的問題 還包括說所謂自治的定義 因為如果說自治的定義不夠精確 可能也會造成很多節目重複的播出 那所以我想觀眾希望看到的是又品質好 然後又不斷的新節目的推出 所以自治節目的比例或者是類型 像戲劇啦 紀錄片啦 或者是等等的各種類型 有適度的一個安排 對 我想部長 我知道你很有想法 我想就是對於這個執法落實 才能夠真正說讓自治節目的比例定出來以後 一方面呢 確保本國節目的一個通路 那另一方面也讓維護這個消費者的一個權益 所以這個執法訂定其實要完備話之後 才比較能夠落實 我想現在因為這個 網路的 網際網路的一個產業 相關的產業的發展真的非常快速 我想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這麼快 可以理解 但其實它已經超越了 可見它的影響力已經這麼大了 那我們相關的政策跟法令 我的感覺是今天聽到NCC 我們翁副主委的一個講法 就是打算對這樣的內容產業 對這樣子的一個OTT的產業 新的一個平台 我們打算規範少 然後來對過去用特許制的傳統產業 來用這個鬆綁的一個法令檢討的方式 我覺得現在人家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甚至剛才部長其實你在回答 愛奇藝這個它要落地生根的一個問題上 很顯然我們也應該有一套 很快速的一個因應的一個方式 否則已經都發產生了啊 你不讓它登記 你不讓它做 你課稅課不到 或者消費的糾紛 你沒辦法去處理 盜版的問題 你沒辦法處理 那我們其實只是在這邊 只是在講政策立場 可是完全沒有辦法歸換到現實 產業現在現實面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 部長你能不能很快速的回答我 說怎麼去 有關愛奇藝的部分 剛剛跟委員報告就說 依目前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你覺得這個辦法 電視影音串流服務目前是非屬現在 錄製來台投資許可項目 所以目前登記上面是 目前有這個辦法在 可是這個辦法很顯然 跟目前 我們的影視產業 但是就是說 公司設立登記 以及它這個廣告等商業服務 或是說境外的電子服務 或剛剛財政部報告的稅籍等等 是不是整體有不同層次的思考的空間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進一步要跨部會協調 但是我覺得我還另外關心的就是說 剛提到本國知識節目是說 兩岸的影視失衡的問題 因為目前在台灣的平台也是不能到中國去的 中國也限制台灣的平台 那麼它是直接進行這個邊境的封鎖 所以其實這個必須是兩岸平等 這個整體的兩岸交流 整體來思考 所以我覺得文化部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的重點就是在促進本國內容產業的發展 那麼維護本國文化的傳播權 這個政策我了解 對 但我們有沒有什麼手段跟策略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除了不準以外 它已經實際上來了 我們怎麼樣去規範它 怎麼樣去 人家會從邊境封鎖 我們會去封鎖嗎 商業行為的部分 我想我們跨部會會來思考 那至於這個所謂開放的問題 因為這個涉及是文化交流整體的思考 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比較周延思考 我們看到了思維啦 也看到了政策的方向 不過整個執行面 如何來處理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我們希望趕快看到 我們跨部會的一個協商的結果 趕快來應應新的產業的來臨 以及對文化的衝擊 對整個消費者的衝擊 我覺得都應該趕快來做應應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接著請柯智恩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部長好了 先請鄭部長 部長請 委員好 部長好 上禮拜六在金鐘獎的時候 看到你走過了紅毯 我想呢 非常多人就非常的期待 到底在我們這個影視行業當中 部長到底可以為他們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更多的一個輔助 我們特別提出來 就是這個金鐘獎的最佳男主角 這吳康仁 他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希望這些長官可以幫幫我們 那個我們或許不是最有天分的 但是可以當最努力的那個 剛剛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待在現場不知道 我們剛好就看到 那個整個鏡頭就掃向你跟我們的丁市長 所以這個電視機的這個鏡頭抓的蠻好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其實你會發現 不管是所謂的金鐘獎 或是之前的金馬獎 很多人都想向你來做一個請命 這表示我們這個這個影音文化裡面 其實我們本土的業者 其實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難關嘛 我們隨便舉一個數據來看 這個從電視 大家都認為說我們現在電視幾乎是從冰河期 過去我們認為是個冰河期 現在已經到了倒閉期了 你看他們最喜歡的這個廣告量 2016年的廣告量呢 目前為止是180億 跟過去同年期比較 其實它減幅超過了12.5 而且廣告的收益呢 大概下降了一個三成 然後呢更不要說是我們這個平面媒體的 這個減幅度是最大的 那我們都知道呢 部長我想你也都會非常的同意 我們台灣實在是不缺影視的人才嘛 我們不管在編劇 在這個行銷 在這個拍片的部分裡面 我們基本上在亞洲裡面 都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他們現在就是苦無 這個所謂沒有所謂的一個市場 你看連我們像本土劇做最多的三例 它也都是不同的階段在這個塑身 其實呢可以跟各位講 因為我以前做過媒體業 很多的媒體的資深的前輩告訴我 你要看一個電台賺不賺錢 就只要看到他八點之後 如果他開了很多的政論節目呢 表示這個電視台通常比較沒有錢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政論節目你只要付個三千六千的 找名嘴來講話 然後那個主持人呢 付一個金薪水就OK了 最貴的就是什麼 綜藝節目跟戲劇拍片 所以說只要開個新聞棚 所以新聞節目大力的去播放的話 那基本上那就表示他們在減縮預算的 這是一個指標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現在八點鐘之後呢 我們台灣整個的電視的一個行業 到底面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來 很多人跟你在做一個請命的動作是 因為他們真的希望有飯吃 所以呢我們今天討論到OTT 它或許會是一個百家之名 或者是百廢待舉 就完全是看我們整個個部會 怎麼樣來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剛剛有非常多的委員 特別提到的這個OTT 特別是我們提到愛奇藝這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愛奇藝 它基本上面呢你看 只要是台灣 我剛剛是說台灣的電視劇 透過愛奇藝來播放 它只要在大陸播放的話 大概它所這個瀏覽量大概是上億的 這沒有話講 都是非常優秀的一個節目 即使是它是在我們台灣平台播放的 也都是百萬以上來跳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可以看出 它這個平台裡面 對我們整個電視直播裡面的 一個所謂的管道 是一個管道的這個層面 所以呢這個部分就是 成如剛剛很多委員所提到的 它已經是一個不可擋的一個趨勢了 一個不可擋的一個趨勢的 那特別像說Netflix 那剛剛我也聽到了這個 這個部長 你也提到了一些 有關於這個兩岸的這個 這個陸資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這個部分裡面呢 很多人都提到 我們有這麼好 有一個這樣一個平台 然後他也打算要落地 要來做一個申請 但是礙於一些的法令 同樣延續剛剛 可能都還沒有回答完 我是不是除了部長之外 好了我們先請部長 我剛剛聽我講這麼久之後 你對這個OTT的整個 到這個整個本土裡面 像是凱布這個部分 文化部在這一塊裡面 有沒有提出一個更具體的方法 好了我們先把OTT 我們等一下可不可以請陸委會 先準備一下 我們請他也來針對這個問題 來做一個回應 那我想請部長 有關OTT在本土的這個部分 因為凱布這個OTT的TV 他也出來了 文化部在目前為止的一個態度 對本土的OTT的態度的支援度 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們希望把我們本土的OTT 產業納入我們整體影視產業 這個促進的一個轉型的政策裡面 積極來協助 因為我們希望說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正面的機會 那麼剛剛委員提到 我們缺乏這個市場 那其實除了我們內需市場的提升 確保本國自治節目比例的提升 其實OTT也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也是一個正面的機會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我們的整個影視產業政策轉型 未來輔導的架構裡面 積極的把OTT產業納入 積極來協助 那我也剛剛看到你的第八頁當中 你希望說結合這個國際跟本土的這個部分 那愛奇藝被你認為是屬於國內還是屬於國際 它的定位 目前它在我們整個法的系統裡面 它是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那麼這個以及在投資的項目 是有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目前就是委員剛提到有法令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規範 所以大家已經特別提到的 它是一個比較是僵化的 那我先排開 剛剛我回應這個部長剛剛說 我們需要提高這個我們自治節目嘛 所以呢我也覺得說目前來說 以公廣集團來說 這是文化部可以直接管轄的 你們用了這麼多 買了這麼多 不管是陸劇或韓劇 雖然買的這個部分 用低價的方法買這些 然後可以賺取大量的廣告費 可以讓我們一些的這個電視台 因此得以得到活血提升 但是部長 這是一個態度 特別是在文化部管轄 公廣集團 我還是認為你不管是陸劇 或者是韓劇 或者這些日劇 應該是來把它降到最低 因為你要讓我們本土的自治區 能夠有更多的平台可以來去播放 部長你同意嗎 是所以在整個大概念上面 對於這個廣電三法 對於本國自治節目的這個比例的保護 我是非常期待能夠積極的趕快把執法定出來 我還是強調 這是對於整體 但是您提到公廣集團 的確我們會請公事的董事會提請他們來討論 就是對於公廣集團本身 承擔這個本國文化傳播的公共責任 那麼也希望說在執法定定 這個未來上路之後 其實公廣集團也身兼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態度的一個呈現 其他的部分你真的是沒有辦法來去做這樣的一個阻檔 其實目前一廣電三法 執法定出來 我們是可以來 其實我剛剛特別提到 為什麼我們會非常關切愛奇藝的這個問題裡面 愛奇藝其實它播放我們本土劇的比例高達25% 如果這個平台其實可以讓它更加的 把它是 我不管是合法化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鼓勵很多的台灣的一個業者 他會願意製播更多的一個節目 其實我倒不覺得有什麼文化外清的問題 我有太多的朋友 因為在美國的朋友或是我們特別是南向之後 有很多的緬甸的學生 他為什麼到台灣來留學 你問他 他說因為他喜歡五月天 那很多外國朋友為什麼喜歡選中文 因為他喜歡看老夫子 類似像這樣的部分 所以到底誰喜歡 誰入侵誰 腦袋光是誰被洗腦 都還未定 因為他這是雙向的 網路是無遠佛界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切 因為愛奇藝目前為止 還算是一個大家其實最大的一個OTT 大家願意收看 所以說我們剛剛問的文化部 我們剛剛問的這個所謂的NCC 我們是不是請陸回來表達一下這個態度 因為剛剛 這個部長不斷在提到說 這是完全是限於我們像這個法令 然後呢目前為止你們有非常多的平台 彼此都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溝通 難道這麼一個重要的事情 沒有做任何的一個協討 跟任何一個不同的一個突破嗎 完全是被法令卡在這個地方嗎 沒有任何的一個態度嗎 我們陸委會的 是不是可以稍微很簡單的部分 吳遠您好 我們陸委會的 是希望是在依法 我們現在的依法 是台灣地區人民來台 投資這個許可辦法的一個規定 那我據了我的了解 愛奇藝它曾經在104年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兩度向經濟部投審會提出申請 那都還未獲准 那您剛剛講的是 在今年5月的時候 再度向經濟部提出這樣的生氣 那這個案子 我的了解是 現在是在經濟部投審會的審核中 那我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就是希望在這個平台 依法來做處理 所以還是在依法嘛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無解就對了 我們只是說 請大家正視這個問題 不要忘記到 等我們等一下有NCC的這個 這個副主委 特別提到了 你們剛剛有在第二頁提到裡面 你們希望這個法能夠更有彈性 你這個彈性跟這個所謂的路 我可以跟文化部比較起來 你說的彈性 是不是某種程度 也在打臉 他們不夠有彈性呢 欸 很好 我們是認為 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但是在網際網路的內容的治理 我們是全世界都朝向 就是自由開放的立場 那他下去不夠開放自由 不夠開放啊 副主委 但是那個是內容 內容跟那個 因為產業不一樣 內容產業這個 這個都 我們是一致的 但是現在就是剛才像那個 陸委會法署長講的 是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投資的一個 一個規範的 一個法規的 的那個限制在那邊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當中 這個法規 某種程度還是沒有辦法開發嘛 所以愛奇藝這個部分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也聽到財政部的這個 特別提到說 有稅嘛 有些什麼 萬一說申訴無門的話 你有個子公司在這個地方 你起碼還可以 冤有頭再有阻 你起碼還可以看得到人嘛 那你現在都已經沒有辦法 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的存在 大家都還是在法規上面來做文章 然後這個法規一卡 都完全沒有辦法 那當然就是一個無解啊 那這個無解裡面 你們又有很多跨部會 然後又不去解決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萬一消費者有任何的問題 你又說你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整個層層的部分下來 你還是要給大家一個 合理的一個解釋嘛 這個委員講得很 很對齁 我想這個是因為 這個電子商務OTT的行為 是跨部會 也是跨領域 也跨法律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趕快組成 行政院這邊也能組成一個 就OTT 這一種產業 那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不然就告訴大家 斷得死的這條心就不要來了 不要卡在那個地方 什麼都沒有 告訴一個時程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對的 而且我記得在前朝的政府的時候 已經有做過很多跨部會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共識 他們的共識說 政府採取比較低度的一個管制 第二個就是說呢 境外OTT 只要是落地登記就管理 就以愛奇藝來說的話 這是不同層次 這是不同層次 我瞭解 我瞭解 從落地裡面提到之後 它就是沒有辦法落地 它在天空飄 沒有辦法落地 來 部長 你有沒有要回應的 我想這個是不同層次 這個NC剛剛回答就是說 言論自由是一個網路的自然現象 所以很多國家有的是共同管制 有的是自律 有的是低度管理 那只有一些兒哨等等的一些底線 這是屬於言論自由的部分 那但是在產業面的部分 每個國家有它在國際經貿上面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所以它有它法規的這個安排 那當然法當然 當然要不要修這個社會可以討論 但是呢 我們依照目前就是說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我完全同意 從經濟部所管 我這位委員在 就是說這是經濟部下的一個許可辦法 依這個許可辦法 目前是屬於這個 不能非屬現階段 錄資可以來台投資許可的項目 我想那個什麼 對其他國家可以進來 但這個涉及錄資 那在投審會在審的時候 它會喊文化部 我們是目的世界主管機構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的考量點 是在於本國文化的傳播權 我們也會考量雙向 那目前台灣的平台還是不能去中國的 那中國是整個邊境的這個管制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也期待是說 經濟部它整體思考兩岸經貿 我們也會思考 在整個維護本國文化傳播權 跟互相文化交流上面 我覺得是需要整體思考 最後一句話 我想部長您完全點出一個重點 兩個必須要坐下來談 如果不能夠坐下來談的話 這種供需不平衡 某種程度還是繼續存在 目前的重點就是 你怎麼要跟對方願意坐下來跟我們談 我想要談才有辦法 排開所有的政治意識 要坐下來談 才有辦法讓我們台灣的影視產業 真正能夠做到一個最大平台的發揮 所以怎麼談 我想這個是跨部會裡面 真的要好好生思這個問題 否則呢 部長你下次再去走金中獎 金馬獎 或是任何的獎的時候 這家還是人會用那個非常深刻的眼光 濕濕地望著你 希望給它一個解決 這個眼神還會繼續關注著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在何信淳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們現在請高路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部長請 這次有關於OTT的報告 其實文化部準備得相當豐富 那我也非常肯定就是文化部的用心喔 不過我們如果要談到數位匯流 談到這樣的一個新興的網路服務載具 我想都是瞬息萬變的 今天我們談OTT 可能明年就過時了 那有可能有新的技術 新的服務 可是呢 我們總不能是遇到了這個問題之後 開始研究 研究之後 討論 討論之後呢 再想說要不要立法 立法之後呢 可能又發生一個新的問題 那這樣子礦日費時 我想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不過呢 我針對這個報告裡面幾個問題 因為我想要更詳細了解 所以呢 在這裡想請部長回應 首先在報告的第五頁 這裡有提到 就是說除了原先極為強勢的美國之外 我們要如何確保本國文化的傳播權 以及維護本國文化的多樣性發展這一段 都是其實是各國都在面對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網路的匯流的時代 不是今天才發生 那我們可以從顯而易見的電影方面來看 就是說我們在國片的部分 不管是在電影院的聽數 在票房都比不上好萊塢 甚至呢 電視頻道也是這樣子 我們也是常常去播放的外購節目也越來越高 比例越來越高 甚至是我們前陣子所提到的施數列車 三天之內這個票房就破譯 也引起我們台灣 台灣這個國內的討論 那我想部長都非常清楚 因此呢我認為就是在報告裡面 所指出的歐盟的做法 可能是可以形成具體的政策 那裡面提到就是說 境外OTT影音服務 至少就是可以提供20%的歐盟節目 那提供20%的營收在這個 內容的產自維護我們這個文化的 主體性跟產業的競爭力 那請問 歐盟跟台灣 畢竟有一些不同 那對於歐盟的做法 我相信就是 可以參考 那文化部也是相當同意 那我們 在台灣這邊 有什麼因應的策略跟這個措施呢 是 報告委員喔 這個歐盟這一項的政策 其實它背後是一個整體的思維 就是說對於本國文化這個傳播權的 一個適度的一個維護 那這個反應在他們很多的政策的面向 那像剛剛委員一開始提到的這個 這個電影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歐盟 我們臨近的韓國 其實它是有關於電影這個應演比例 的相關的政策 那當然近年來在國際經貿的趨勢 它的這個保護比例是在下降中的 但是他們過去有這樣的一個基礎 那另外歐盟在面對國際經貿談判的時候 譬如說在TTIP的時候 那歐盟會主張說把教育文化另外處理 那他們過去在WTO陸會的時候 也提出文化例外 所以他們一直有這樣的一個維護文化 本國文化的一個相關的政策在 所以在因應OTT的產業趨勢的時候 他們也提出了這個20%比例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整體的思維 那反觀我們國內就是說 台灣的電影加入WTO的時候 其實我們失去了這個保護的比例 那所以電影的通路其實在現在 真的是業界的一個十分艱辛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我們新版的電影法 目前是希望說文化部能夠促進這個 我們的國片院線 是不是從供給面來提供更多的協助 那我們目前也正在努力中 那另外在電視的部分 所謂供給面提供協助就是說 在既有的電影的通路上面 目前我們現行是有補貼補助這個國片應演 但是我自己覺得能量不夠 所以有沒有可能有 這個在新版電影法的基礎上 我們能夠提出更多國片實體的院線 那麼讓國片有更多應演的空間 但是事實上在影視這個數位匯流的時代 其實各種通路之間 很多作品它彼此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的 所以在電視通路的這個提升上面 我覺得是目前很快透過執法可以達成的 所以廣電三法目前有新的相關的條文 可以來提升這個本國自治節目的比例 那這個執法現在NCC正在演你中 文化部我們也參與 就是希望能夠落實本國自治節目的比例 那這個需要執法詳細的訂定 因為什麼叫自治節目它要有定義 否則也會造成很多老節目舊節目的重播 那以及所謂節目的類型 那所以我想這些需要比較完整的執法 我很期待趕快訂定出來 因為透過電視的戲劇的 這個本國自治節目的提升 也可以帶動影視產業的發展 那另外就是OTT產業 我們看到有歐盟的這樣的一個 新的一個政策的趨勢 也讓我們思考是說 在這個同樣的思維一以貫之 那今天是OTT 未來可能有新的平台的形式 其實我們都應該適度要維護 本國文化傳播權的這個相關的做法在 好 了解 所以呢其實本習在一開始破題就強調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要比速度 那也因此呢文化部這邊提出來 不管是電影法 不管是相關點廣電三法 相關的執法 其實速度是很重要的 否則是我們很難去因應就是 就是未來這樣的一個衝擊 那接下來呢想要問的就是 在報告的第九頁有提到這個籌設中介組織 這裡提到的循環性基金的部分喔 其實我查網路查了非常的久 循環性基金這個可能就是文化部 部長這邊所提出來的一個方向跟方案喔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循環性基金目前的具體的想法是什麼 是 這個在成立中介組織是一個對於促進文化經濟發展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設立一個中介組織喔 那麼或許大家會覺得說類似像韓國的振興院 或者是說這個法國相關的一些中介組織喔 那我們想希望說能夠成立中介組織來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那我們再希望下面設立一個投資的機制 就希望能夠跟現行的輔導金成為一個雙軌 透過獎補助跟這個投融資雙軌的機制來進行 那能夠符合說追求產業文化 這個電影視文化跟影視產業有個雙向的目標 那循環性基金的意思是說 這個基金的這個投資獲益它會回歸這個基金 那麼回歸繼續來使用對於這個內容產業相關的投資 那當然為它尋找一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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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評估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的一個基金 要去能夠去Push我們這樣的一個能量的產生 到底有要投注多少的資源 是目前我正在這個努力當中就是說 來試圖來設立這樣一個基金 那它的裁員相關預算編列的方式 以及它的來源 那需要這個跨部會來尋求這個共識 所以未來在文化匯報下面我們會有內容產業振興小組 我想我很期待透過這裡能夠得到跨部會的支持跟共識 來尋求未來的這個內容產業的投資 能夠設立一個比較可藏可久的一個循環性的基金 那畢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同業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要使用的就是國發基金的部分 現階段是國發基金 就是說在我們中介組織還沒成立之前 國發基金文化部可以去處理的也只有一億元以下 不止 這遠遠是不足的 不止 報告委員就是說國發基金是不止這個額度 目前是在進行 一億元以下就是由 申請一億元以下是由文化部辦理 這是個案 依據相關的這樣的方式 目前其實是基金是有一個能量在 它目前是進行到二期 但是就是說我是認為說在國發基金投資的部分 它需要有一套更完善的投資制度 那麼投資評估的機制 然後投資評估的專業團隊 以及投後管理的整套制度 那請問一下就是這樣的一個機制跟金額 然後再一些時間來研議 那我們是有這個pool 就是說其實國發基金 之前有匡列一定的額度 來讓我們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 譬如說一期文創一期有40億 二期有20億 那當然這是騙子所有的文化創意產業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切出一個影視專案 影視產業的投資專案 那麼來先從國發基金來開始進行 那未來再為中介組織尋找一個基金 影視產業所需要投資的資源是非常的多 就譬如說在第11月又提到就是要連結公廣集團做出 從創作到波應能夠提供新銳創作者的機會 成為一個人常培育的基地 但是呢我認為就是公廣集團的問題在於就是預算就是遠遠不足 譬如說我們到現在公廣集團的預算是逐年降低 現在到9億嘛 9億也不能再降了 但是我們去舉例我們來看日本來看韓國 光是一個大和劇它的賭基 我舉例一個大和劇賭基這一部片 它的這個創作的成本一級就6千萬 如果它一整部的話它總共是10億 10億就等於一個公共電視它的這個整個一年度的預算 那請問一下剛剛所提到的不管是20億40億 到底能不能為我們的影視產業注入活水 我想我們都必須要思考這一點 公廣集團的預算我自己也覺得依公司法的限制 讓我們對它常態性預算的捐贈只有9億是不足的 那其實我們明年的預算除了9億另外是還有相關的專案計畫 3.85 所以總共是12.85 但是其他的計畫都是必須是科技預算 以及這個設法預算 那這個不是文化部自己可以決定 我們必須跟行政院相關部會來送計畫審核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兩條路需要努力 第一條就是修法 修公司法 把部裡直接對它預算捐贈的這個限制把它提高 那第二就是說其實我們希望在文化回報 形成整個公廣集團的政策 讓文化部跟行政院跨部會有個共識 那未來我們在提出相關計畫的時候 才有個基礎來讓其他部會來審查 那否則像我們明年的預算 其實我們提出的計畫是比較擴張性的編列的 但是這個後來核定的預算數是比較少的 所以本來是期待給更多 但是計畫審查最後是總數是12.85 雖然是比以前多了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真的是不夠 的確啊 我們如果要振興台灣的影視產業 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這種魄力跟決心絕對做不到 那最後在相同的第十頁有第一段提到就是 有關於OTT的新價值鏈 台灣產業的實力所在 那請問一下OTT的新價值鏈又是什麼 台灣產業的實力在哪裡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希望正面看待OTT的機會 就是說它讓一個新創意 它可能在網路上面 那麼它透過一個IP 然後跨越加值的互相的應用 那麼它就可以在OTT上受到一定的矚目 所以其實是希望說把OTT積極納入整個產業鏈來思考 那麼從這裡面它有很高的創新的能量 所以未來其實文化部還希望提出文化與科技的一個施政的計畫 那麼來協助這個IP的發展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透過多重的計畫 來讓這個整個產業鏈能夠形成一個更完整的一個生態 那我們在整個結構上去琢磨之後 請問一下內容上是不是更應該更加的琢磨 我們現在在把這麼多的心力花在這些載具上 其實我們可以花更多的心力在我們的內容上 所以其實內容除了政府以外 其實民間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是政府的投資帶動一個信心 然後我們也會積極促進金融體系的投入 還有民間資金的投入 那這也是等級期待就是文化部能夠更拉高這個格局 讓我們這個文化在地的這樣的一個文化內容受到更多的刺激 那應該是以整體的文化的戰略的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希望就是我們未來真的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黃國書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請鄭部長 部長請 黃國書委員好 部長好 上個禮拜六我在電視上看到你氣定神賢 充滿自信走過星光大道 我看你一點都不輸那些知名的金鐘女星 恭喜你了 不過整個金鐘獎的頒獎典禮這樣子看來 在台上講話支持人其實與多感慨 另外更重要的是對我們文化部有更大的期許 所以文化部部長監頭的責任是很重的 雖然說你非常優雅的走過星光大道 但是我們的責任還是很重 我現在想要了解 這個金鐘獎過後 部長你還記得什麼呢 有哪一段是你特別有感同身受的 記憶最深的 我想我這個 留在心裡的記憶就是大家的期盼 我看到的是說影視人才 在這塊土地上的努力 希望留在自己的家鄉 能夠有更多好的作品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來 我覺得政府的責任真的我們的政策需要轉型 我們需要更強的政策能量 跟民間一起來努力 很好 我們需要更強大的政策能量 這個著無用意了 這個我們要把責任扛起來 其實那天我最感動的是這個 梅芳 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我小時候就看他演電視演到大了 陳學勝也是 他演了七八千部 結果他那天講 我看是全場動容 打開電視 現在都是陸劇韓劇 我們的台劇幾乎都看不到 想當年我們台灣製作的戲劇節目 是賣錢的 是賣到東南亞國家 在亞洲國家我們是領先的 可是真的我們很感慨 看到梅芳那樣子的說法 當然我們給他眾生貢獻獎 但是我們不得不回頭來思考 這幾年來 我們因應了整個影視因全球趨勢的變化 我們原本的優勢現在不見了 我們現在如何來因應 好 現在OTT來了 這個OTT當然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趨勢 但是我們台灣準備好了嗎 我想問一下陸委會NCC 按照中華民國的法律 OTT這種形態的愛奇異 是合法還是非法 哪一個單位可以來說明 文化部可能說不上來啦 NCC你要問經濟部對不對 NCC你要問經濟部嘛 那問陸委會啊陸委會來 愛奇異在按照中華民國法律的規範 是合法還是非法 愛奇異網站來台申請設立辦事處 跟分公司跟獲釋是指公司 假設提出申請的話 他必須要依照我們現行大陸地區人民 投資的這個辦法裡面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申請嘛 那申請省得不過嘛 我現在問你嘛 現在很多人在用愛奇異了 那愛奇異這樣型態的OTT 在中華民國法律是合法還是非法 說不上來 說不上來 好 我也不會強求你們說答案啦 因為愛奇異的server是放在國外 所以說 我了解嘛 我了解嘛 其實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 中華民國的法律啊無法可管 應該比較精確的來說 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這樣來說好了 那我們要不要去管理它 要不要去因應它 要不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要吧 文化部 要吧 報告委員 這個有不同的層次的面向 對 我是認為我們要正視OTT的新的機會 好很好 新的機會 好 我們文化部的業務執掌 我們文化部的業務執掌 我給你看一下 文化部的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款 管理什麼影視音的內容 有電影廣播電視流行音樂 但是沒有網路影音媒體 也就是像OTT這樣型態的網路影音媒體 沒有 文化部沒有這個業務啊 所以這個要在哪一個單位 文化部哪一個單位來管 所以文化部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馬上你們要去修改你們的文化部組織法 針對你們的業務執掌範圍裡頭 要把網路影音媒體給放進去 這個可能要啦 這個一定要啦 好 我們現在談的這個OTT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內容產業的載具嘛 是 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載具啦 它是一個載具嘛 那這個載具它可能 隔一段時間它可能會改變 它可能會變嘛 對 就好像我從台北 要搭車到高雄 我可以選擇高鐵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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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種載具 最重要的是 內容 內容 對 我要特別提的 文化部的mission就是在振興內容 很好啊 在振興內容 布長你在報告裡頭有點出這個問題 雖然說委員說我們的組織條例 目前沒有把網路兩制 但是事實上 以目前所有的法規是以電視影音串流服務 內容服務是統稱 我那個建議啦 因為內容 所以電影影音串流內容服務來統稱不同載具的相關內容 所以我們以振興內容為mission 即使組織條例沒有 我們還是會積極關注 那個組織條例我有提案修法 當然給你們參考 好 我現在提到了 我們現在可不可能台灣去發展可以打敗愛奇藝的OTT 目前其實國內業者有陸續 有啦 我知道 對 開始開台的OTT 我們也在非常的期待跟關注 我想政府也會來未來的產業證明 坦白說 我們落後人家太多了 真的 落後人家太多了 那我們現在領先的是什麼 內容產業 報告委員 我覺得我們其實台灣有優秀的影視人才 我們是華人社群裡面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 有說故事的能力 對 我們創作的人才比他們強 我們有跨欲的很多合作的開放性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的特點 我們年輕人青年世代的創意 所以我覺得我們身為政府 我還是覺得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很好 很好 我們只要把握說 委員所說的內容為王 回歸這個說故事的本質這件事情 然後有信心 那政府希望要做責任說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現在台灣人 現在台灣大家最愛收看的歌唱演藝的節目 是我是歌手 或是模仿歌手的那個大陸的節目 他們製作的成本 我相信台灣以目前台灣的處境 沒有人願意砸那麼多錢來製作 每一方也感慨了 因為沒有人願意投資那麼大的金額去從事這樣子的節目的製作 好 那我們注意看 即便像我是歌手 那麼受歡迎的 他們製作那麼強大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歌手演唱的歌 都是台灣的 我們的內容產業是強的 是贏他們 其實內涵的軟實力 我想是我們的特色 對 你知道嗎 在中國大陸 台灣的歌才會紅啊 他們自己的歌不會紅啊 那他們的歌當然台灣聽不懂 不喜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部長 我們的內容產業目前是領先人家的 我們要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要有很高的戰略 好 我們的內容產業為什麼可以領先人家 我們有很好的創作人才 我們的年輕人喜歡做創作 但是每個年輕人當他沒有資源 他想要創作 他有他的腦袋 他要做創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忙什麼 文化部有非常多的補助計畫 我給你看一張圖 有這麼多 零零種種 文化部的相關的影視音的補助計畫 我實在練不完 至少超過50個以上 當一個年輕人 他想要做創作的時候 不知道誰可以指導他 可以申請哪一項補助 他真的不知道 好 就算他找到了 他自己也不會寫 他只好找人來寫 寫厚厚一本的補助計畫 那個補助計畫寫得好跟不好 當然最後就是作文比賽了 寫得好跟不好會影響到補助的多寡 之前有很多有爭議的補助啊 結果跟原來的計畫內容差太多了 就是因為他計畫寫得太好了 我們給他非常多高額的補助 徐市長你不要笑 我跟你說 那都跟你有關係了 補助下這個 結果做出來是這個樣子 大家疲於奔命 寫計畫 做文比賽 好 申請到了補助了 作品完成了 累死人啦 要檢具合銷 還要去找發票 你知道每一個創作者 他可能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找發票 要去跟你合銷你的補助計畫 搞到最後 算了 算了 我放棄了 我不要再申請文化部合補助了 累死人啦 所以部長 我們這個補助計畫 相關的內容 過去舊政府時代都一直沿用這個模式 必須要改了 我在上一次的公天會裡頭 有非常多的創作者都提出這樣的建議 我們現在的影視影補助 就是你來一個 我就給你補助一個 就像蓋一個柱子這樣 可是這個房子蓋不起來 我們有太多的柱子 蓋不起來 所以我認為 部長你說得很好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房子蓋起來 我們需要組影視影的國家隊 很好啊 我們不是要組OTT的國家隊 我們是要組影視影這個產業的國家隊 好 這個國家隊 我們文化匯報 有了吧 有跨部會的協調 有了吧 這個國家隊的領隊 我看是行政院長林全 院長非常重視 好 他是文化匯報的召集人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靈魂 不是領隊 是總教練 這總教練是誰啊 我們要打經典賽了 總教練大家都在注意啊 郭太元還是葉君章 後來選擇了郭太元 去打經典賽 總教練是誰影響成敗啊 對不對 部長 你就要去當影視影產業的國家隊 的總教練 你就是總教練的角色 文化部長 完全沒有辦法 躲避掉這個責任 說實在的 你要把總教練這一個責任 把它給扛起來 而且我們現在有文化匯報 跨部會這樣的機制起來了 所以部長 我覺得 你就要擔任這個總教練 成敗要把它給扛起來 那要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總教練要做事情 太多太多啦 從我剛剛講的那個講補助的友善 我們就要開始了 這個評審制度一定要公開透明 要降低重複率 過去長年以來都是這些評審啊 怎麼樣評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制度要開始有變革了 然後沒有市場性 但是有未來性的這些作品 要想辦法 要提高他們的補助 然後那些作業流程 我們都要重新來檢討 那個太繁瑣的流程 然後再來 部長有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用投資跟獎勵兩個軌道 雙軌 非常好 那投資 要怎麼投資 投資 最重要是要為隱私營產業 注入活水嘛 我這裡有一些建議了 對於年輕創作者 應該用投資來替代補助 這一點 我想請你們去研理相關的辦法 提高企業投資隱私營產業的誘因 找回隱私營的觀眾市場 同時我們要有回收機制的建立 這個要講非常久的時間 陳元勝主席不可能讓我再講一個小時 下次我再講好不好 好 謝謝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就請何欣純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總教練曾部長 好 部長 部長好 我相信你來擔任總教練一定是會贏的啦 但是剛剛我們其他委員有在關心隱私營產業 不管是補助機制或是評審機制 其實補助計畫寫的作文寫的再好 還不如找對人 我為什麼會這麼講 我想隱私營的補助計畫 除了在我們部本部的預算以外 國發基金裡面的文創產業 或者是中小企業或者是服務業 四大專案裡面有三大專案 其實都會跟我們銀士營產業有關係 為什麼 我從國發會給我的 國發基金的資料 跟文化部給我的 有關國發基金的文創產業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資料來比對的話 其實啦齁 都差不多跟一倍人啦 這也就是回歸到剛剛有黃委員提到了說 他是不是我們的評審機制要來做一個大改革 一定要改 部長 我跟你說 不管是我們部本部裡面的 所有的補助計畫的一個評審制度 要改 我們國發基金裡面的文創產業的這個 投資的評審的制度 包括人 也要改 從樂森 雖然啦 他現在股價跌破20塊啊 但是我關心的不是他的股價 樂森之所以串起 是在於他找對人嘛 他找對他的門審嘛 那我今天不是要談門審 我今天要談的是 樂森雖然是遊戲公司 可是呢 他在國發基金的益助之下 他包括有跟文化部 相關的文創產業的專案裡面來申請投資 審也是文化部邀請評審來審 我上次曾經爆料說 在文化部所屬的 在審查熱身的投資案的時候 兩個評審委員 其中一個是熱身的自己人 我在跟部長講 我跟文化部邀資料的時候 可能部長都不曉得 你們下面的人啊 給的資料是聲聲慢啊 聲聲慢啊 不打擊啦 而且啊 都以保密條款啊 來迴避我們國會的監督 我跟你們文化部下面的講 國發會都可以把他所有的 各個投資的 不管是公司專案管理公司的名稱 不管是核准的金額 包括什麼時候審核通過 巨細迷移條列式的 通通都可以給本席了 為什麼文化部相關在審文創專案的 這個投資案的部分 不給 通通是圈圈圈 XXX 然後告訴我有一個保密條款 說呢 只要審過的這個 核定的專案呢 投資案兩年內都有一個保密條款 部長我請你好好去管一下下面的人喔 我還特地叫他給我 這個國發會制式的一個保密條款的 一個契約的內容 他的保密條款是什麼 是說 如果對方的公司提供了財務報表 跟報告 我們政府附有保密義務 我今天跟你調的資料 不是要他的財務報告耶 也不是要他的資料耶 我要的是我們國家給錢的審核機制 跟給了多少錢 什麼時候給的 這個是國會本來就應該監督的資料 為什麼不能給 再來 保密條款裡面簽的是什麼保密條款 如果相關的規劃細節有商業上的利益 那我們要保密 那只有對所謂的 投資協議的企劃書有關 董事會 對方董事會的開會內容也必須要保密 我問你我跟你要的資料 有對方公司董事會的開會會議紀錄嗎 沒有 我不是跟你要那個 我要的是在你們所找的評審的這個審查的過程裡面 你們到底審過了多少案子 投資了幾家公司 又是用國家政府的錢投資了多少錢 這本來就應該說國會監督跟規範啊 為什麼不能給 所以部長我請你 先就這一個部分 會後請好好的去處理了解一下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啊 因為剛剛投人把這個 您手上投資協議契約書讓我看 那這個第六條是說 躺具商業上的利益啦 對啊 如果有具商業上的利益 非經以方同意 不得對第三人 那我今天是立法院在要求 我沒有任何商業上的利益啊 委員要求有道理 委員要求有道理 就是說如果不具商業利益上面的考量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要尊重國會的監督 是 部長 我知道跟你說 請你好好的去管 管一管下面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通報你這件事之前 在今天開會之前 你們給的是圈圈圈 通通不給 國法會是四大的投資專案裡面的 補助的所有的細項 通通給 國法會 國法會不是這個國法基金的一個最上位的單位嗎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會後請同仁把委員需要的資料提供給委員 好 那我這是因為我在追熱聲的時候 所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 我必須要告訴部長 好 那 第二個問題 也因為熱聲 我開始追 我要請你好好的要求我們所屬的 不管是哪一個單位 文化部所提供給我的 國法基金裡面的文創專案的一個補助案 其中有一個部分 我不要講全部啦 我只講其中一個部分啦 有關 文創投資第二期計畫到現在的執行情形 你們給的案 數件 是叫做 五件 喔 件數 對不起 件數是五件 國法會 給我的 是六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你們數據上的落差 而我把兩份資料 文化部給我的資料 國法基金的 文化部有管轄的這樣子的一個投資案的資料 跟國法會給我的資料 很多數字都不容 很多數字都不容 這個會後我提供給部長您 請你好好去查一查 到底是文化部的書師還是國法會的書師 那書師又為什麼會犯錯 為什麼數字件數什麼都不容 報告委員應該是六件沒有錯 是六件 你們給五件 我會回去再看一下同仁提供的資料 是嗎 部長我只是要你 真的 徹底去了解 我們這個整個文創的一個投資裡面 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存在 報告委員 我們目前要希望擴大啟動 國法基金對隱私的投資 我目前正在準備的就是對整個投資的模式 跟管理的方法來做整體的重新 來檢討 謝謝部長 我接下來就要講 未來希望讓投資能夠更完 整個過程更完備化 那其中有一個要拜託部長 所以我們正在做這些管理制度的檢討 部長其中有一個部分 我請你要確確實實的檢討 修正你們的辦法 就是評審機制 我翻了所有你們的這個評審委員的一個設置的相關辦法 只有在你們文化部的直接投資 運用文創基金直接投資的部分 你們有迴避辦法 有迴避的機制 可是呢 在委託專案管理公司 或者是呢 授與外面的公司 來共同跟文化部的文創基金來共同投資的部分 很抱歉 你們的評審機制是完全沒有迴避原則 我從樂森案我再講回來 樂森案有一個熊佳麟評審委員 是樂森自己人 所以呢 樂森前前後在國發基金裡面 拿走了兩千多萬 我跟部長您說 你們提供的數字也有錯誤 並不是只有我計算出來的兩千三百多萬 事實上還有一筆五百多萬 我印象中五百二十萬在我的數據裡面 我們文化部給的資料也沒有包含到這一塊 那我不知道說為什麼是筆物 漏了不給還是怎麼樣 尤其樂森案是影響了很多投資人的一個血汗錢 那這個部分留幹員的檢調跟司法 我要講的是我們的文創基金 國發基金裡面的評審制度 除了我已經講過的熊佳麟 在樂森案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審查委員叫做李映柱 他是產業委員 他自己本身也是科技公司的 總經理顧問 他自己本身也是馬上玩的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他現在也是馬上玩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而呢在他在樂森案的當作他的產業 以產業代表來做評審委員之後 我比對了一下 他在同時間也送案去申請國發基金的一個投資補助 有沒有拿到 有 所以在你們評審制度裡面就是同一批人在玩啊 在樂森案裡面我追了兩個評審委員 一個評審委員是樂森自己人 從國發基金拿了錢投資樂森 樂森再去轉投資 轉投資的子公司裡面的 相關人員來當這個評審 我現在找到了這個馬上玩公司的 李映柱這個委員 他自己本身就像你們講的 業界的相關的從業人員 總經理的顧問 他自己本身還掛董事長 他還當評審 他在當評審的時候 先審樂森案 樂森案審完之後 他接著在102年103年 馬上又拿到國發基金的其他相關的案子跟投資 是不是跟委員來回答喔 委員所關切這個案是蘑菇案 就是說蘑菇公司 這個投資案是發生在101年 以及102年的兩次 那是在第二次的時候 由樂森這邊也參與投資 然後文創基金跟創投文化部 國發基金對等投資 應該是這樣的情形 那提到的評審委員的部分 我後來瞭解是說 當時是由創投公會來提供評審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說 這整個投資的 這個評審的整個制度 整個制度 然後整個制度 投資的模式 頭後的管理 過去頭後的管理 也就要委由這個 對等投資的這個創投公司在進行管理 那後來發生問題之後 104年不理由開始採取法律行動 就是說請那個創投公司採取法律行動 我現在還在持續進行中 所以我上任之後 了解這個事情之後 我做了幾點決定 第一點就是說 加速法律行動 我們希望說這個法律行動 盡速的來進行 然後蒐集完市政之後 依法來處理 那第二就是說 在整個過程 涉及整個投資制度要重新檢討 重新架構 那麼過去有些工作 是委由創投公會等等提供評審 我覺得部裡面 我們要更 自己要整體來進行規劃整個投資制度 然後確保整個投資 在整個比較完善的管理底下 來進行以及頭後的管理 評審的制度跟頭後的管理 所以未來的 對影視投資之前 我會先來檢討整個制度 然後來重新架構 架構整個投資評估管理的模式之後 才開始進行 還有整個評審委員的 領選制度要公開透明 而且要有利益迴避原則 另外就是 對這些利益迴避原則 我想是基本的 那另外講補助的部分 其實部裡面已經 大概研議完成了 我們講補助的透明化的制度 我們近日就會公告 未來的講補助 我們的整個 這個評審委員審查完的審查結果 包含評審委員 包含審查完的結果 我們就會對外公告 所以這個辦法已經研議完了 我們經過很深入的 我們各單位的討論 我們近期會對社會公告 也會送交委員 好那請主席再給我30秒 最後一個問題 一把青是我們金鐘獎的最大贏家 一把青在中部地區很多地方取點拍戲 那我是希望我們文化部 剛剛有很多所謂的委員 還有包括在金鐘獎上 或是金馬獎上很多的影視音的產業的人員 還有很多演員他們在請命 我們的戲劇製作拍攝 不是只有得獎委員 我們希望未來他還有衍生性的一些商業利益 能夠支撐我們的影視音產業永續經營 那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也希望對地方的觀光有所注意 所以我也希望拜託部長 我們可以協調交通部觀光局 我相信交通部觀光局不是只有協助地方政府 會協助劇組來取景來拍戲而已 我們希望文化部能主動 跟交通部觀光局一起來跨部會的合作 除了電影的取景拍攝的地點 它所延伸出來的影視音的商業利益之後 我們的地方的觀光景點的行銷 還有劇組的取景的那個戲劇的那個部分的一個行銷 我們是不是可以共同來合作 我們在文化會報下 讓它更深厚的更有底蘊的發展 我們在文化會報下 內容產業政經營小組也有邀請交通部觀光局一起參與 所以再拜託再加把勁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剛剛就宣布了很早就宣布 您好開心 您好 請到大間 您好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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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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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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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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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